欢迎大家收看时事评论,我是Thomas 今天的题目就是讲一下世界灯塔为止 美国是一个梦的奋场 好,那我们就来看看最近关于这个位置论 就讲得相当之沸沸扬扬 不过我也觉得你与其有人说 香港是金融为止 或者国际金融为止 我也想赠你一句 美国也是一个世界灯塔为止 很多美西方人,美精神西方人是看不到 我讲一讲今天的主题 究竟为什么呢? 首先,拜登最近都挺优手 因为他面对两场战争 一场是俄乌战争 一场就是中东危机、巴尔的冲突 两场的战事或者两场的冲突 都很难变成长期战争 那就很危险了 如果是这么说的话 他另外一场更大的战争 就是亚太地区的博力 他主要的对手就是中国 这个中国的对手非常少 如果美国需要维持这个世界灯塔的角色 都挺困难 因为有困难 所以最近拜登不停在这里看到 美国依然是世界灯塔 要美国的人加上全球有志之士 对民主有理想的人 都一起去巩固这个世界的灯塔 继续要他这个叫做发光发烈 其实美国作为灯塔的地位 已经无能为力了 好像叫做山城之巅 就是说召绕整个世界 因为他有一个价值就是 比如人人生而平等 民主自由 这些过往美国的辉煌历史 不过就是2022年 有一位就是前白宫的成员 他应该在希拉里时候 当副国务卿 叫做索南沙因 这位人物最近写一篇文章 就在这个《国会山传部》里标 说到那篇文章叫做 《家劇分裂,美国不再视为世界灯塔》 三年前,这位索南沙因已经说出 特朗普上任相当不得民心,首先疫情纳出风波 显示到美国的医疗体制是比较无奈 最惨的是特朗普先生说用清洁剂 用紫外线去防止新冠,总之是无心抗疫 当时他已经有个论调了 因为他可能是民主党的人 他不做白宫的副国务卿,所以来批评特朗普 我觉得很自然,不满 今天拜登执政,索南沙因都没有改变他的看法 依然觉得美国是魅力不在 他最新的文章在国会山座那里怎么说呢 他就是承认很多国家不会当美国是一个榜样 因为美国自己的社会是不断撕裂 不断撕裂之外,不同政党也有激励的党争 大家担心就是美国的民主健康 你作为灯塔,你没有了一盏灯 灯弹不够力的话,你怎么照应全世界呢? 全世界就变成了信仰危机 我们向哪方面走呢? 这个就是给美国人的看法 我说中国人一向都不觉得美国是什么民主的灯塔 大家是做生意,经贸往来还OK 你不要跟我们说什么价值观 照到全世界,没有这回事 这是我的看法 但是索南沙在白宫水平的时候 因为那时候是奥巴马时代 那时候很强的,美国真的很强 很多人都相信 或者我那时候对美国的感觉是不同的 现在 我觉得美国也有可取的地方 当时2016年皮丘研究中心发表报告 全球16个国家有15个国家 15个国家就是9成 超过9成都是 都是认为美国领导人 对他很有信心 就是 在这16个国家里面一半的受访者 都是公认美国 是令人有信心 值得 这盏灯 这盏明灯 继续赚入他的光芒 这个是美国的光辉岁月 差不多是所有人都认同美国的价值 但是这个 所谓的灯塔的光芒 似乎因为特朗普上任而黯然失色 同一时间特朗普上任 皮丘 有个中心的那个调查 就说特朗普上场之后 世界对美国的态度大幅转变了 因为力情问题 还有美国的政策 就是在特朗普的领导之下 就是相当之强硬的 不单止对对 对这个竞争者 以及对他的盟友 都相当之是 就是冷酷无情了 所以 很失分了 当时皮丘中心对37个国家进行调查呢 他们怎样看特朗普主理国际事务呢 原来呢就是只有22% 这个中位数呢 觉得特朗普是做对的 但是如果对比奥巴马时候呢 有64%中位数 就是超过六成的人呢 都觉得 奥巴马做的事是对的 那么其实呢 过往来说呢 美国做什么都对的 就是普世价值的 那么这个民调呢 就已经显示了 显示得到 特朗普时代 已经出现了一个改变 那么到了 这个 特朗普下台之后呢 美国继续 就是 继续退步 那么现在就最新的调查 就是根据 这个 刚才所说的那篇文章 就是讲的那篇文章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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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索南沙因呢 他就引述这个 这个部分 他就说呢 就 现在37个国家里面来说呢 似乎对这个 美国呢 似乎更加 更加不信任 那么因为呢 就是美国是 他自己都做得不好 就是内政方面 经常是有这个 斗争 那么呢 他对支持 对拜登的支持率 或者好感 都要下降 那么因为呢 就是拜登的内力 经历了这个 阿富汗的撤军 新冠疫情的冲击 俄罗斯的军事冲突 和通过膨胀 13个受调查的国家 这个全部都是发达国家 对拜登的领导能力 的信心 就大波下降 那么意大利 希腊 西班牙 新加坡 和法国 这个他的支持 就是对 拜登的信任 或者支持呢 是下降了良性 都 都 挺惨的 《纽约时报》呢 当时呢 就是2022年8月 有一篇文章 《为什么美国不再次去多中国人心目中的登塔》 作者呢 就是黄文 黄文就是人民大学的教授 他应该没有留学过美国 他在美国的 对不对 他比较亲美的 以往来说 他在香港读过书 深掃过 黄文都很著名的 在内地 很多人看他的文章 他在2022年怎么说呢 在纽约时报怎么说呢 他说中国学生 留学生 中国很多留学生 都还想去美国学习 不过就是开始怕 就是怕美国现在很多的治安问题 枪支暴力 还有反瓦裔的集结 为什么呢 中美关系不好 特朗普 这个民粹 这个挑动 将所有美国衰落的责任 是归架于中国身上 于是一定是麻煩 如果像当时美日之间 那个汽车行业竞争 半导体的竞争 80年代 你搞到就是相当之仇视 这个王总人 就是 拯人到地铁都敢死的 就是失业的汽车工人 这个是往事了 同时现在 在这个反瓦裔的情况 都很灵然忧心 那王文说到这件事 甚至是跑完这边 打枪子 那些家长说 你不要去美国流河 很危险 不过他 王文之中 对美国都有良好感觉 就是觉得美国有很多东西 可以学习 中美之间有很多共同点 他说到我们开中国制造的福特 和特斯拉 这些是我们开一架美国品牌 中国制造的车 全都没有违和感 我们用这个洗头水 也是美国的洗头水 也是一样 或者这个星巴克 喝咖啡 我也是 经常都是 很美式的一个享受 解决地球同一个问题 就是比如气候问题 大家都是一个伙伴 说到中美都 我们还是很向往 我们还是有和諧的一面 不过最后一句就很妙 但是意味着 就是会跟着美国一起跳来 就是好的美国一边 我们追寻 我们会羡慕 不好的 我们不会跟你 不会跟你一起 你跳舞 我不会跟你一起放学 所以你最后这句话 才是反高潮 那王文就一向的印象 我觉得他就经常都 跟美国说话 不过最近就调整他那个思维 因为实际上美国都令他 我想挺失望的 我说回数字吧 近年中国累计的移民 美国的科学家 就是真的是科学家 不是学生 超过三万 占美国的科学家的比例是10% 就是如果美国有三十几万的科学家 中国也占10% 当然印度也占不少 可能更加多了 其中矽谷就有两万多个中国的名牌大学 不业生 包括清华大学 和北京大学 这些都去了矽谷 可以叫做人才外来 我们科学家 科学的从事者 既然都去了矽谷 但是现在有两口转机 因为美国不是很靠得住 现在留在中国发展 有相当之良好的机会 我们的快智又领先 我们的电动汽车又领先 连隐形潜艇也领先 因为那个空间多大 你去美国干什么呢 对不对 所以我说 美国已经在一个梦墳 即是美国梦已经冒了 一来他们撕裂 二来他们的经济 或者是科技的发展 那个空间 但未必能选上中国 既然我要受理歧视 也有风险我 何必去没这个险 你给钱你花呢 何必给他钱他花呢 我在中国读书 可能还有仇位 这个就是 今天我的看法 多谢大家收看 再见